在超商门口有一只混种的米格鲁狗狗 被绑在椅子旁边不知道是谁家的狗狗 电源就调阅了这监视器 看到有一对父子党 很可能是这对父子党是弃养狗狗的人 流浪动物协会希望这对父子赶快出面说明 这对父子党进了超商 两个人在店里面徘徊 似乎是在讨论要吃什么 疑似是跟着父子党来的狗狗 则在超商外头四处晃 没多久这对父子党结了账走出来 却看到戴着安全帽的爸爸 把狗狗绑在椅子旁边 人就这样头也不回的走了 后来狗狗被超商店员发现 赶快通报流浪动物协会研究 店员说这只狗整夜不睡觉 好像是在等主人来接它 调阅监视器才把矛头指向这对父子党 而这只混种的米格鲁 被送到动物医院诊断 除了全身都是跳蚤 以及患有心思虫女外 精神状况良好还很亲人 判断应该是家犬不是流浪狗 我觉得爸爸带个小朋友 做这种事是一个很不好的示范 因为这录影村已经是证据了 如果是查到这个氏族的话 就可能会被划217动物 会划1万5至7万5 目前流浪动物协会 希望这对父子党赶快出面说明 因为他们可能已经触犯了动保法 会被罚款 而且看看这个画面 老爸如果真的是在孩子面前欺养狗狗 那这不但是失败的教育 还是最坏实犯 同学新闻杜音旅 林晨阳在